好,玩具TV,第十二季第七集 早兩個星期有一個 Art Rhino 的展,我們都詳細介紹過 但真的讓你見過一些實物 找了旁邊的Brian 幫我成功地抽了一個 Barray Moly 的 看一看這個箱子 這裏應該都是給我那個展示 我沒有記錯,因為我有一隻按摩人 我初初以為是跟某一款很像 但我發現原來不是 是顏色和其他 我最初一看這個箱子 那個豬沒有什麼印象 但如果看到真的 那豬有發生什麼事 就真的很像豬仔潛艾 對 那又是豐室自己一拍 對 對 真的 竟然跟設計師去直接 圓坑一面 竟然沒有畫 忘記叫人簽名 明天就有機會 不用怕 明天就第二隻了 不過是Molly 是 好了 Molly 其實都不用多介紹 如果大家喜歡Kenny的作品的話 這個碧綠眼睛的鬼妹仔 應該大家都耳熟能長 Molly的由來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都是源自當時 當時Kenny在某個地方 可能幫人做一些繪畫 看到一個外國的小妹妹 非常可愛和可愛 還要咄起她嘴 結果 Molly就在那一剎那 就誕生了 我沒聽過你聽她說 蛤 好 好 其實這次 這個 Art Rhino展 這隻也是要抽的 對 有幾隻 忘記了 126 是幾十隻 那 看看這隻東西的細節 當然你說玩這個 Art Toys 最主要是買一個造型的 那這次 這個 Pare Moli 整隻東西 你可以看看本身的 著色其實都很漂亮 當然 我自己為何這麼喜歡這隻 最主要就是 它是給到一些 挺有趣的回憶 給大家 對 特別就是 坐著這隻 豬仔錢瓣 這個豬仔錢瓣 是不是真的用回以前那些 你摸一下 好似的 好似的 他做到陶瓷 對 其實本身整隻都是浪的 對 但是你可以看回 Moli 上半身 和豬仔錢瓣 車下半身的 顏色和反光度 是有很大的分別 Moli 就是啞色 而本身 豬仔錢瓣 車就是用 仿陶瓷的質感 噴上去 所以你看下去 以為是真的陶瓷 其實都是浪膠 對 但是否這輪子 它是加創作類呢 原生的豬仔錢瓣 大家都記得 應該是豬仔錢瓣 真是豬腳 豬腳也沒有 但它是變成軒 不過 我又真是吐槽少少 其實你 剩下一個可動軒 讓我推一下 那我就玩得更過癮 這裏就差了少少 那套軒 要用啤膠 用啤膠 所以不可以一體承認 沒錯 好 豬仔也很有趣 有一個類似 小雲最喜歡的東西 的模樣 對呀 花塔餅 當然這個是美麗 並不是大家 見慣小雲捉住那一塊 我覺得像花塔餅 多一點 好 那都再 滾一個圈 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也有一句 玩這個art toys 真是買個設計 你說特別 當是推車仔 我想都可以省下 正正經經 放在飾軌 那裏 成為了一個點絕家裡的裝飾品 又或者治癒你心靈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也是一件好事 其實你問我 就真的挺漂亮的 是那個設計 對 尤其是那個家裡的龍 我覺得是一個 畫龍點睛 是的 而且你又不是 原本把那個領域一格 就算 你是加了一些 原收 沒錯 好 那又講完幾塊手 對 好 多謝Kenny 不是素 因為Kenny 是